就在四年前这起车祸意外当中 李姓妇人骑车经过基隆市 没想到地面不平 造成重心不稳 她卷入了连结车底部 被撵过 双腿惨遭截肢 事后妇人怒告市政府必须求偿 而最高法院判决出来了 认为基隆市府没有把路给铺好 必须赔偿597万 想到那个 想到那个我真的很 讲到伤心处理 妈妈红了眼眶 因为一场车祸 让她失去双腿 更气的是路面不平 才害她发生意外 是希望说 你们现在就是路给她 给别人 不要再给我 后面的人穿我 是吧当时李妈妈骑车 经过基隆市明德二路 没想到地面竟然有障碍物 造成她重心不稳 被一旁的连结车勾住 卷进车底被碾过 紧急送医保住一命 却逃不过被截肢的命运 怒告基隆市政府 请求国赔900万元 法院审判决市府需赔偿 595万到二审的597万 8月3号最高法院 维持二审判决 国赔给富人597万定验 不过市府也有话要说 他从这边出来 他根本就是骑在快车道 对 纵使这边有个基座 跟本案根本无关嘛 市府认为富人 也要负以部分的责任 不过法院认定 路没有铺平 才是车祸主因 失去了双腿 用钱也换不回来 只希望政府把路铺好 才不会再有下一个受害者 记得黄韵杰 基隆采访报道